第13题,请问三支试管的反应速率关系为何,我们晓得反应速率会跟浓度有关,那我们国中教的是跟浓度成正比,那虽然在高中你就知道并不是真的都是这样,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前面给的pH值是235,那pH值如果越小就表示气质浓度越大,那反应就会越快,假的pH值最小,所以气质浓度最大反应最快,那么丙的pH值最大, 所以他的气质浓度最小,所以他的反应会最慢,所以他的反应速率的快慢应该是假大于乙大于比,因此第13题问我们说,请问三支试管的反应速率关系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A,假大于乙大于比